这乡型车突然逆向 直接开到对象车道 朝着停等的轿车撞上去 乡型车根本没刹车 对准车头骑上去 画面中只见他两轮悬空 严重倾斜差一点就翻车 倒霉的黑色轿车往后推撞 波及后方轿车驾驶都傻眼了 车货地点在高雄古山区的清风街 乡型车逆撞对象轿车 居然是因为要捡打火机 另外在台南南门路 行车记录器画面看到 前方绿灯路口白色休旅车要回转 但执行机车也没下车 就在回转后休旅车撞喷机车 骑士连人带车往右撞向路边停车 倒地后人动也不动 惊悚画面还有评通东港这起车祸 路过驾驶拍下机车跟义影车对撞 骑士双脚碾进前车轮 有民众赶紧替他撑伞 原本要运送的整箱香肠也打翻了 刚要起步与遥远驾驶中机车 走横迁与马路 其方了解原来是义影车绿灯往前开 机车从小巷窜出来 刚好就在大车的视线盲区 直接撞上机车 受伤的40岁男骑士双脚骨折 送一开刀还好人没事 但车祸意外多 驾驶为了捡打火机 骑上轿车车头 实在惊险 记得张春娃金线中林志会 台南屏东综合报道 台南屏东综合报道 品线中林开门 订队下车车车车轮人 。